这一场讲座其实我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2022年 在全世界最繁华的一个城市里面 居然出现了饥荒的事情 这个事情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面 可能是60年前的一段回忆了 但是哪怕是60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关于60年的故事 这是关于我们家庭的故事 其实没有像干成老师或者是前面的姊妹 他们那么惨 因为我们家庭的话 我爸妈妈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 所以家庭环境是非常好的 但就算是家庭环境很好 我的母亲她正好是58年读大学的 因此她是经历了这种饥荒的 而在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是有粮食的 是有粮食的 可是呢他们是要按粮票来买的 而大学里面就发生过大学生彼此之间偷粮票的情况 你想的一堆国家的精英 但是的话呢做的事情呢 却是要把同宿舍人的粮票把它偷走 我妈妈的粮票就被别人偷走了 然后我妈妈曾经又经历过一件事情呢 就是正好是那个阶段呢 我妈妈和我爸爸谈恋爱 我爸爸是部队里面的 我妈妈找我爸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她觉得跟着我爸爸是有饭吃的 而这个有饭吃呢 我们家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讲来都是非常经典的 就是我妈妈和我爸爸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他们到了长沙的德园包子 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就是说一直处在一个比较饥饿的状况 因此我妈妈一口气吃了十个包子 也就把自己的爱情跟包子完全的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是非常惨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母亲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她的家境原来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个大家族 他们家的仆人都有几十个 但是到了这个五十年代就被公司合音就被打 然后到了六零年代的时候就挨饿 就十个包子就定了个终身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外一种人 真的是不是每个人六零年 不是每个人都挨饿的 城里面的人他是有粮票的 就是说会挨饿 但是呢不会出现那种 会就是说有点饿的肚子上床 但是不会出现饿死的情况 但是另外一批人是怎样的呢 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那个时候我爸爸在空军 他依然吃的是空军餐 而在六零年代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比赛吃饼干和牛奶的 因此我们看到这种不平等 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特别在饥荒的这个年代是能够表现出来的 我就想起古代的 就是大家都在闹饥荒 然后问那个皇帝 那皇帝说他们没饭吃 为什么不吃肉迷呢 何不吃肉迷呢 中国人的话呢 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时期 哪怕是最饥荒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面 但是另外一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的就是 人在不同的阶层 他的生活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这个是关于六零年的一个故事 后来的话呢我有个朋友呢 就采访了在六零年爆发 这个饥荒最严重的地区 安徽地区 河南地区 还有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其实是空了 整个河西走廊都空了 安徽地区的话 确实是出现了 就是一子而食的这种情况 就是有人吃人肉 这种情况 真的是太惨了 我感到就是说 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出现这么大的激景 而我们在2022年重温这样的激景 在网上面呢 就有一些的人就说 什么饥饿可以使人长寿 有些人开始散播 这个树皮的几种吃法 说很多人60年代为什么脏死了 就是因为树皮吃的不正确 看到一种真的是非常苦恼的这种 悲哀的这种这种身 这种情况 好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目前的这种处境 真的是要有所预备的 刚才后面我听到就是说 有一些教会的成员在回应 教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些什么 那我就讲一下 我所在的教会 在教会的时候 他们做了些什么 第一个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因为我一开始预测这一场的疫情 我就发现会很大 因为战争激进 这个疫情 它是会相互的出现的 因此我很早以前 这就是在两年前 其实我们教会就开始预备 为饥饿而预备了 就是储存了一部分的粮食 那么在储存方面 我作为一个女性 又作为一个家庭的 在这方面功能的主要承担者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个你储存粮食的时候 一定要储存那个密封包装特别好的粮食 就是抽了真空的粮食 而且是不能古包装的粮食 你当时的话一定要所有的全部都要检查清楚 如果你拿的是散装粮 我建议大家用那个我们的灌装水桶的那个桶子 来装那个粮食 到最后的时候抽一下真空 那么它的保存时间会延长很多 还有一个的话呢 家里面的阳台利用取代 最好的 这一次很多人是缺蔬菜的 最好的对于蔬菜的补充的办法呢 就是用你买一些豆子 买一些豆子 然后发豆芽 因为发豆芽的时间呢 就三四天的时间 你就可以比较快的能够吃到自己种的这个豆芽 而且豆芽的话呢 一盘下来的话呢 也可以差不多一斤多 那么一天的需求呢 基本上是可以满足的 我实在 我也是在这里做一些小的这种准备 我在阳台上面也是开始种东西了 还有一个东西 我建议大家比较储存的呢 当然市面上面也说罐头啊什么东西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盐制的海菜是特别好储存的 盐制的海菜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保存真的保存恰当的 是可以保存好几年的 那么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蔬菜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的问题 蛋白质的问题 你要防止的就是怎么回事呢 极端的情况下面可能会断电断水 那么如果出现断电的情况 我们的冰箱里面东西就会很麻烦 因此蛋白质的东西呢 我比较主张大家储备一些奶粉 因为奶粉呢 它储存期呢相对来说长一点 自己家里面一定要搞一个真空的储备 这样的我们可以应对这个 这个威纳啊 好关于教会的预备呢 我也给大家再汇报一下 其实在这个三年的这个 疫情阶段呢 其实我们的教会呢 买了一个新的教堂 赵老师 下次你要是过来的话可以看到 就是平面就是净空大概有400多平米的这个一个教堂 也就是说也成为了一种逆行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啊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在疫情阶段的聚会问题 政府它不可能管到每一个人的 所以你可以到人群当中去 你像我们现在的聚会的小组 其实每每一两个星期都会有新的人过来的 你可以把家里面开放啊 你难道只有在教堂里面才有教会吗 不可能的 教会在在那个什么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都是在家里面聚会的 如果大家去过什么以福所 去过那个那些地方 他们在山洞里面把整个山都挖空了 挖成六七层 就在家里面聚会的 这个是恢复到这个教会的原初的状态 本来就是每个家庭就应该有这种传播福音的功能 就应该有这种教会的功能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永远束缚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观念 但是神的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的 我们不能因为激进 我们也不能因为困难 我们就在那里原地踏不踏的 我知道三次现在的这个情况不太好 很多三次教会 因为就觉得被绑了 然后自己也思想上面懒了 这个是不行的 其实我相信上帝之所以允许这些困难发生 其实他也是在逃造我们 也是在磨练我们 看我们如何运用他的智慧 如何灵巧如舌的 在这个世界上面争取更多的灵魂 因此在这一方面 还是赵老师说的 我告诉你我们的办法永远是比困难多的 因此在这里我鼓励各个教会 自己的话呢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更好的传福音的渠道 然后赵老师刚才说的那个 元宇宙施洗的方法 我刚才马上就想啊 完全可以啊 自己家里面有一个浴缸啊 或者是说有一盆水啊 就搞个电视屏幕 或者是说这个手机的屏幕 就在前面赵老师或者牧者问 你愿意相信什么什么什么吗 那个几个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给你神 完全可以 怎么不可以了 这个是感谢神的 因为我们听到什么东西 最关键就是听神的信息嘛 这里面是完完整整的神的信息 为什么就不可以了 是不是 我就讲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啊 刚才有提议就是 让你把 给大家的这个储存食物的 刚才的几点的好的建议写下来 然后发到群里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 这个因为大家很认同 对落地嘛 落地嘛 回到你把它写一下 这个怎么处成那个真空包装的粮食 怎么处成 这个通过的这个奶粉 这个保持蛋白质 然后盐姿的海菜 是吧 这个保持蔬菜等等 要不要这样子 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我现在就给大家出示 怎么样做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身周围 来吧 那你就给你几分钟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 就是 打好真空包装的米 三色 三色的米 好 这个呢 就是奶粉 是存了一 存了几包奶粉的 因为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一箱什么呢 这个是一箱 因为你的跟前都是煤气啊 什么东西 但是我这边房子是没有煤气的 如果万一断水断电 那我就需要有一些的木炭 好 这里大家看一下 这一包 放在你跟前啊 对着镜头 这一包 就是盐制的海菜 盐制的海菜呢 一次呢 它一大包的话呢 可能就有五六斤 能够存一点的话呢 马上就是泡掉这个盐的话 你就可以用了 你就可以用了 嗯 还有一种方式啊 等一下 这个是对散装米的 对散装米的这种保存方式 就是用这种大罐子 把它装了 把里面的真空 把它倒掉 好 然后的话呢 就是在外面的话呢 我就 再拿过来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自己买的那个葱 葱头 把它放到这个 土壤里面 我们现在买的呢 在外面是可以买到那种 椰子土壤的 就直接放到土壤里面 它慢慢的呢 就会长出来了 然后要搞一些好的储藏罐 你像这些储藏罐呢 是 就是能够比较好的隔绝空气的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 食物最关键的就是要 隔绝空气 这个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给大家的建议啊 不过来喔 不过来喔 然后大家看 我们看